上回咱们说到同林同海川跟侯庭侯镇员夜叹玲珑岛 海川窜上去了 没想到前面一个走线人就把同林带到了一个绝地 同林抬头一看 上边三个大红字镇海川 同林可愣了 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我姓童我叫海川 这儿叫镇海川 难道说我同林今天要死在此处 犯了地名了吗 您看古人确实是迷信 想当初 诸葛亮 自己留在荆州 凤厨先生 也就是庞统庞士园 保着刘备进西川 兵发西川打这落城 庞统庞士园身为副军师到了落凤坡 被四川的大将张人乱剑射死了 都认为庞统庞士园是犯了地名了 所以这时候 所以这时候同林同海川在这镇海川下 想起来三国的庞统庞士园 死在落凤坡 想起来当年赵王架前的文太师 路过绝龙岭 自稳身亡 难道说我同林也是犯了地名了吗 人家司图朗用不着来拿我呀 把我搁在这地方饿我七天七宿 我同林就剩下一口气了 人家把我递漏出去 当众羞辱于我 我同林也得死啊 而且死后的名誉也不香啊 哎哟 我怎么就不听哥哥侯振远的话呢 玲珑岛的消息埋伏十分厉害 我怎么就不听呢 啊 同林抬头看见三个字镇海川 这真是叫天天不语 叫地地不应 往前走前进无路 往后退是后退无门哪 难道说我同林就等着司徒朗来捉我吗 海川越想越别扭 得了 别等人捉住我 连恶我带捉我带羞辱我 我也得死不如我先死吧 同林一想到死 心说我不会水 我跳进水里就能把我淹死 可是到水里头如果淹不死我 我这一扑腾 人家照样把我捉上去 因为到处都埋伏着 玲珑岛的冰呢 跳水都不行 我可怎么办 再往旁边寻找 就看见山根在这儿 有一块大石头 得了 我憋足了 就忘得上头撞 脑袋照样撞碎了 我不使我的功夫 我不是死了吗 同林同海川想到这儿 一低头 哎 看见自己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 见双月如见良友 见双月思念恩师 得了 我也别撞这大石头吧 我把这双月玉合 月尖对着自己的胸膛 我把自己扎死得了 一了百了 我可就全不管了 哎 同林想到这儿 不雅如万把刚到章鱼沸腾 同林信说 我在家误伤老父 逃亡在外 卧虎山御恩师 学艺十五年 两位恩师费尽的心血 教育我同林成名 让我下山创立门户 我同林下了山了 门户没立起来 师父的恩德 一分一理我也没报 更何况 王爷带我恩重如山 有道是 世卫知己者死 我还没报答王爷 各个侯庭侯振远 跟众位兵棚 千里迢迢来到江南 帮助我 我现在撇下这些人 一死 我对得起谁 可我不死 我也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司徒朗带着兵 把我捉住 我还得死 同林想到这儿 只有一死了 双月一合一咬牙 同林仰天长谈 同林的同林 想不到你生有处死有地 命丧于此 说到这儿 拿双月要扎自己胸膛 就在这时候 山头上有人说话 冤家同林 你好大胆 同林万也没想到 这时候有人说话 仔细一听 这声音这么耳熟 这不是师父的声音吗 师父 正是我同林弟子 被困于此 师父您救命 嘿 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 英雄身风 绝地是巧遇恩师 同林同海川 抬头望上瞧 盈盈抄抄看见上边 站着三位道长 正低头瞧自己呢 果然是自己授业老恩师 一位是谭小清居 无机子 尚道明 一位是爱连居士 太义 剑客 何道员 在两位恩师的旁边 还站着一位道长 穿着一件青道袍 补丁 落着补丁 腰中系着水火丝掏 青中阴 厚底儿 匀鞋 看脸 是一张黄白镜子的脸 花白胡须 头上挽着发际 金簪别顶 身背后插着马尾的浮尘 同林望上一瞧 谭笑轻居无机子 上道明高声寒嚷 同林啊 你先别忙 我们银杀一定想办法救你 说着话 一会儿的工会 啪 往他一抖 这三位老道长 把沙妖的这丝掏 接到一块望下一地 海川可是个把势将啊 轻声一提气 望上一钻 上边上道爷把手一伸 连着望上低了几把 啪的一拽 海川借势一用力 就跟个球一样 有打震海川底下 被三位道长拽上来 海川一个跟头 就是望前一抢步 站稳了脚跟 然后跪倒磕头 师父第一次拜见 三位道长把记腰的丝掏 解下来 各自配在腰上 上道明一伸手 把自己的马尾扶尘拽出来 用扶尘的马尾一搭 同林的脑袋 冤家大胆啊 我把武林决议教导于你 让你广收桃李 兴自己一家门数 好啊 冤家呀 冤家 你奉圣命下江南 捉二宵庆国宝 你知道 玲珑岛是什么地方吗 啊 是天罗地网啊 你竟敢私自一人 单身涉险 来到此处 被困震海川 没人打救 啊 如果要不是我们老爷 他在这 你被司徒朗捉住了 就是司徒朗他不杀你 你的名誉也完了 你怎么样 TV是星一家武术啊 啊 哎 人家司徒朗还没派兵拿你呢 你就要自问身亡 冤家 我来问你 我们哥俩 十五年的心血何在 好啊 海川海川 你再想想 你的父亲母亲 二位老人 以门叛妄 难道你就要死在此处 做个不孝之子吗 嗨 你让我说你什么 你再想想 你的老哥哥侯振元 那么大岁数的 为了你八十多岁背井离乡 西方侠渔城 北侠秋田 老侠王尸骨都多大岁数了 为了帮助你 啊 你却把他们偏下死在此地呀 你这是娇友之道吗 你不懂得朋友的义气呀 王爷 王爷是金之玉悦的金山大将 为了帮助你熊二小 得国宝 王爷 离开北京 跟你下江南 你要死在这儿 主仆之情 君臣之义 你想过吗 你要死在这儿 你就算不忠 冤家 你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呀 冤家 上道爷实在是气坏了 上道爷说到这儿 喘不上气来了 何道爷接着往下说 说了半天 也喘不上气来了 两位侠客爷 这么好的功夫 数了徒弟 气得喘不上气来了 也真是气坏了 如果海春 真死在此地 这哥俩 十五年心血 就算白费了 同林同海春 跪在恩师面前 一句话都不敢说 数了半天了 旁边这位 穿着青稻袍 补丁落着 补丁这位老道说话 得了 二位师叔 这是我师弟海春 我看我师弟是个好孩子 他还是听你们哥俩话的 得了 看在直男的份上 饶了我兄弟同林吧 让他吃一欠 长一智 二位师叔 让我兄弟起来吧 今后 他就不会遇见危险 再有轻生之念了 吴良府 同林 还不拜见你师兄吗 同林怎么一看 感情这破衣拉萨的老道 是我师哥呀 他哪知道这人是谁 赶紧起来磕头 小弟拜见师兄 师弟呀 你起来起来吧 这穷老道 把同林掺起来了 同林的师父 用手一指 这穷老道 海春呢 这是你师伯的三弟子 是你的师兄 姓吕明锐 自得兴 人称 补臣道人 哦 同林心说 我知道 这样一人四个合在一块 有打树林中王后山 同林看见了 在密林深处有座小庙 这座小庙 是司徒郎 把师弟请来 给师弟吕瑞盖的 您别看庙小 什么东西都有 前后两层殿 有豪轩 院子里头栽种了奇花异草 这吕瑞在这儿住着 吃着司徒郎 喝着司徒郎 哎 这地方还真不错 挺清静 姨四个走到脚门 这儿推门进去了 然后吕瑞回身 把门关好了 就陪着姨仨 奔了东培殿 来到东培殿 挑门帘往里走 海春一看 屋里头还点着灯 因为夜里头啊 借着灯光海春 看得很清楚 迎面的云床之上 有三个宗团 当中在宗团上 坐着一老道 这个老道 中等身材略微高 这么一点 长得面似三秋古月 白发苍苍 顶都卸了 往这个白发转 扣着一个杨木道观 金簪别顶 一步银然扇满 前胸滋润一击 上身穿着古铜色的道袍 系着水火丝套 腰里头鼓鼓囊囊的 好像围着什么 海春一看认识啊 因为海春 从杭州下云南 跟着王爷 在坟后的躲雨 正好碰见 云南这八班总头孙亮 去追着李英 追着白杰 跟李英动手 正打着难解难分的 来个齐小刘的老道 把他们这事给了结了 佟林先生说 做这老道 就是给了结事的那老道啊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二位师父跟他什么关系啊 佟林可没敢说话 爷儿仨进来之后 借着灯光 两位老道长 往旁边一闪 上道明说话了 姑娘佛师兄 您的侄子来了 海春呢 上前拜见师伯 这就是我弟兄的亲师兄 你的大师伯 太须上人装到擒 哎呦 海春这才明白 原来 那齐小刘 管闲事的老道 是我师大爷 海春赶紧 抢行几步 跪倒磕头 师伯在上 直男同林大理参拜 海春跪点 嘴里说直男同林大理参拜 心里可琢磨 感情这位是司徒朗 跟李坤李太极 还有这穷老道 李锐的师父 是我师大爷 同林没说话 老剑可装到擒的脸可红了 无良婆 贤侄啊 起来吧 师伯 对不起你啊 嗯 上道明和道员 这老哥俩不明白呀 师兄啊 您 您认识了 你们爷俩咱哪儿见过呀 哎呦 不错呀 见过面呢 见过面 我对不起你们哥俩的徒弟呀 庄道爷就把当初的情形说了 这一说上道爷和道员还真不乐意了 信说您这是叫做长辈的吗 咱们前面说过 八班总统孙亮 捉拿 李英 捉拿白杰 正好赶上 雍亲王 还有佟林佟海川 在这坟后头避雨 这爷俩听见了 前面打的挺热闹 庄道琴来了 骑着驴 把这件事给调停了 而且告诉他们 你们想捉拿这银贼陆锋 跟陆银告诉你们 上这菩提庙去 因为老建客爷庄道琴 在这菩提庙这休息 正好听见陆银陆锋哥俩 聊他们俩的坏事 所以庄道琴聊这件事 让孙亮 白杰跟李英回去 奔着破庙菩提寺 去捉拿这两个坏人 雍亲王让海川问问 老道姓什么叫什么 海川出来 这一问不要紧 这老道长多一心眼 心说我先问问他吧 你是谁呀 在下姓同名林自海川 庄道琴心说我别说实话了 现在 八卦山 我这徒弟李坤手下的人 韩宝无知广 那算我徒书了 为了跟同林志气 进达那道国宝 现在同林要上云南捉拿 韩宝无知广 同林要知道 我就是他师大爷庄道琴 李坤是我的徒弟 跟我伸手 得了 师大爷 您把两个人给我交出来 您把国宝给我要回来 我怎么办呢 所以庄道琴当时没说实话 这都是同林了 同林在一问他 说您跪山跪冠跪法号 这老道长告诉他 云南大山 三间草棺 无知的野道 同林也不知道 这人是自己师大爷 所以说今天看见同林了 老道长说这句话 哎呀 师伯我对不起你 老哥俩一问 老道长才把实话一说 那么老道长庄道琴 怎么跑这儿来了 老道长庄道琴 确实因为 二小进搭那道国宝的事情 也确实因为 雍亲王跟海川下云南 要寻找国宝这件事情 躲出去了 我躲躲是非 他不敢上八卦山 老先生心说 我要到八卦山 我再碰上同林也去了 我是向着同林 我是向着李坤 同林办的是正事 他是我失职 奉圣命不道拿贼 我就应该向着同林 跟李坤说 你把国宝交出来 把这俩孩子交出去 交给同林 让他回朝复旨 可我那么一说 我就裁毁我的徒弟 李坤李太急了 得了 这位老道长 什么都好 就是有点护肚子 也就是护肚 您想想 司徒朗办了那么大错事 老道长老想杀他 没想到 司徒朗跑了 跑到国外那么多年 回来之后 司徒朗也看见师父了 跪在师父面前 说了几句好话 师父骂了他几句 也就过去了 所以说大爷庄道琴 什么都好 就是护肚子 他因为这个 他就没上八卦山 不回八卦山 他回哪啊 他上了玲珑岛了 就住在自己三徒弟 吕锐 吕德兴这小庙 没想到自己二师弟上道明 三师弟何道员 也在这呢 老哥仨见着了 那么这两位道长 跟着李锐 怎么正好救了海川呢 这叫无巧不成书 这天晚上 老哥俩闲着没事 就跟着李锐出来 看这玲珑岛的夜景 这李锐呀 就跟二位师叔说 二位师叔 有一个地方叫镇海川 风景非常好 行啊 那咱们爷儿仨去逛逛 这么着老爷儿仨 就到了镇海川 看这夜景 突然间听到底下喊 同林啊同林 想不到你死于此地 上道爷一探头 一看同林 那这双月要扎自个儿 那他能不着急吗 这才喊住 然后把海川叫上来了 同林同海川 跟着这几位道爷 回到了庙中 看见师大爷了 这回庄道琴 不能不实话实说了 同林这俩师父不愿意 看见您的侄子 看你们徒弟了 您说云南大山 三间草惯 无知的野道 看起来我们哥俩 得跟这大师兄 留点心眼了 同林着急啊 同林把经过 跟师父一说 然后跟师父说 师父 我跟我哥哥侯振远 一块来的 我遇到这样的危险 可不知道 我哥哥侯振远 怎么样了 庄道爷 听到这儿 就跟吕瑞说德行啊 你赶紧去看看 因为你对这山 是了如指掌 哎 吕瑞出去转了一大圈 天快亮了才回来 师叔啊 所有的肖肖埋伏都没拿住人 可能侯振远 没进山吧 同林一听就急了 我哥哥明明进山了 现在上哪儿去了呢 可把同林给急化